声儒啊 讲话话声 还有没有什么素质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多多 这位是我的发型师 大家好 我是Sindy 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话题 谈谈一下 现在我们又邀请了另外一位北妆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Eason 你们对南方人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对她非常小气 为什么呢 我觉得南方人的思维太精简化了 所有的思考或者相处的时候 她都会把利益摆在一位 我觉得挺精明的 精明 精明对 真的吗 特别精明 因为我觉得南方呢 因为改革开放时间比较早 然后呢 国家给的扶持那个特别的多 跟我一样的感受 特别多的一些富豪 或者先富强的人都在南方 那你像华中和华北啊 这些人的一个思维 长得那么真实 其实就差很多 嗯 为什么差 这个原因 我觉得 最后的经济就不够开放了 而且外来的资讯也特别少 嗯 咱就特定南方人 唯一我没有人 好吃 博北人 太邋遢了 这是一个第一个印象 真的吗 不是第一个印象 哦 他所有的精力也好 还是说他所有的追求也好 他在美食上 嗯 或在这个 也许是自我修养上 美食还好 但是我觉得还没有体现出来一个人的那种精致感 唱歌 特别是南方的女性来说 男性也是 所以说这边天气不适合说这个化妆啊 做发型啊 因为热会出发会塌掉 但是我觉得哪怕维持着很短的时间内 它也都是因为对别人的追求也特别好 但是这边也能够把所有的精力和这个业余的都放在美食上 是吗 有好有坏有犯 嗯 北方人更愿意花时间打扮自己收拾家里 你如果说你到特别是东三省啊 黑机里要哪个城市都会 嗯 你可以看到哪怕是县下里的那个厨房 那边打扫都特别感觉 你刚才到我眼睹 我有很多丁门的朋友 你去到家里做客的时候都会感到 这样有点邋遢 啊 特别邋遢 而且说你屋里的摆设都很贵啊 咱们北方 咱们说来的 埋着 我们没有带这个人生东西的这个性质 但是就是说一些这个生活的对方性啊 对对 就是说这些 呃 简单来讲就是很 很讨厌 对对 又又 小气 东北人的这个这个情感的表达和南方人 非常的不一样 我觉得更直观 对对对对 像广州人吧 他的表达的 在婚姻也好 还是这个谈男女朋友也好 而且他当时理智 理性对 太平心 男方人的力性吗 对啊 过于理性的时候 其实 呃 男方女孩子恋爱挺累 没有劲啊 对 就是累是不是 这个就是吧 反正就没什么意思是吧 我觉得就是男方女孩子在恋爱的 或者在夫妻之间交往 所以过于太久根了 你别觉得吗 明明就是北方人的幽默症 哎 怎的 我就是会用一种很强硬的方式说 我们俩去训话一下 嗯 开个玩笑 OK吗 但是南方人不一样 你说了一个玩笑 他会把它当真 哦 就很高兴 玩笑是吗 太太小根 啊 就是说 我说吃饭 嗯 你正常来说的话 我们北方人 你今天不吃了 嗯 是不是 好了 这是就是一个 你会长辈也好 前辈也好 还是说 好也好 就是叫你吃饭的意思 嗯嗯 刚开始主观一直到 你不吃了这么热 但是南方人要这么说的话 他 然后他会随心 一身小身就找 对 找到南方和北方的 哦 是的 为什么说北方的孝心特多呢 就是 真的 每句话就说 欢乐多 对 对 欢乐多 很关键 大概懂了 可能他刚刚说的 我们就会理解成 我们可能脾气不好 都会说 你怎么看 那我就不吃了呢 我吃了吗 我怎么就不吃那种 那种感觉 我真的觉得啊 很多南方女 还是看起来笑 我想问一下 我们之前 我们南方人 总会有一种印象 觉得 北方人是比较粗鲁的 还有 有吗 呃 就是大概印象会这么觉得 很多南方人都会觉得 比较 丰鲁啊 脚强大声 还有没有什么素质 你们对于这方面 是怎么看的呢 啊 我觉得要分清楚 北方因为很大 超级大 公共有三个大声 是吧 对 所以就是 你怎么去区分 到底是 呃 北方哪里哪里的人呢 所以你如果要区分不了 哪里哪里的人 我觉得你就是有误解 广州人认为 除了广州以外 哦 对对对对对 以前老一辈 是真的这么觉得 Discovery 部位都会不一样 对 对 而且人男的地方 Leistung 喜欢什么 都会不一样啊 对 相对 性格特别直 东北人性格特别豪爽 对 而且呢 特别仗 digo 哇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梗 就是吃完饭之后 南方人会抢买单 抢着买单 是假抢 对 然后如果北方人的话 就真实的贴旗 像我俩去出去吃饭 如果说我去偷着买单 他也会起到那个点 饭吃到一半的时间 去买单我也去买 如果碰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会抢着抢着买单 那抢着抢着买单 都每个人直接 自己力量大 直接把对方放到 你别拿我那有零的 今天我请 你别拿钱 我今天我请 下把你请 没事吧 你敢拿着钱 你别闹 别闹 你拿我去 你干什么瞧不起我 别闹 别闹 你拿着钱 干什么跟谁俩呢 动手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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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我又回来了 你们能从第一眼就会面得出来 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吗 没有 能则说 身高吗 实惠印象就是身高和长相 长相有分别吗 之前有个这么一个改革 广州的南韩 其中一个原人的情报 还一样 哦 哇 对 说实话 就是南方的这个特别广州的这一代人呢 对古代的一些文化呀 其实传承的还是挺好的 就是一定要几代同堂在一起 哦 它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在里面 嘉宾兴旺的这个 这个状态在里面 啊 你北方就不一样 古代来说的话 它也是有牧民族 然后独立型的 它这个从很早之前的一种文化的传承 到现在这个 现代社会 我想问一下 两位都有交过南方的女朋友吗 有 广州 有吗 就广州有交往过是吗 有 那 是 是 是不好的是吗 不算 一夜情感发生 你看 那流散交往了 但是我觉得广州的女孩这些 全能建成了概率 概率比高 哦 非常认同 我这个是关 你知道 我个人就不喜欢了 成本就特别高 是因为你人在广州啊 放屁自己人在广州 你找到这是广州 你还是说越激烈 我来放屁 我总结一下 我觉得 南方人和北方人 其实都是 好人 这样吗 没错 一来一来一来 就是 我看这个 是 画的 对 我们在说的可能是 各别见到的一些地图 所有的一个地方都会存在好的 不好的一个线下 那我今天谢谢 嗯 谢谢 拜拜 下次见 然后 谢谢 拜拜 不客气 又站住 看 你说好 不客气 今天